这里是贝尔格莱德的老火车站 它见证着这座城市铁路的发展 然而如今这样的一座老站也开始换新颜 跟上时代的速度 在火车站我们遇到了准备去上班的亚历山大和米兰 亚历山大告诉我们 原先由于这条线路的列车班次不固定 再加上效率不高 来这里坐火车的人并不多 自从去年三月份 由中国铁路企业参与提升改造的凶赛铁路 贝尔格莱德到诺维萨德段通车之后 这个车站每天都会迎来上下班客流高峰 跟着亚历山大和米兰 我们一起登上了列车 以前的火车太慢 全程要九十多分钟 班次也不固定 所以我以前去诺维萨德上下班都是开车 但是我自己开车太累了 米兰说 以前她每天上下班 开车单程就得一个多小时 最怕的就是高速公路堵车 随着凶赛铁路贝诺段通车之后 如今她乘坐列车舒适平稳 上下班单程三十多分钟就能到达 和亚历山大米兰一样 随着这段高速铁路的开通 越来越多当地民众开启了双城生活 也带动了两座城市的旅游发展 休赛铁路贝诺段 连接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 和第二大城市诺维萨德 自去年三月开通运营 列车最高运行时速 由原来的每小时四十至五十公里 提升到了每小时两百公里 平均每天开行动车组列车五十五列 截至目前已累计发送旅客 超过四百八十万人次 自此塞尔维亚实现了高铁梦 如今这条中国造的高铁 还在一路向北往边境延伸 凶塞铁路诺维萨德至苏伯蒂茶段 正在紧罗密谷的建设中 目前来的所有的谷道设备 都是从我们中国 我们自己公司自有的设备 发过来的 一天的话可以铺设 1.25公里的轨道 这是我们前线的施工调的中心 这个调动中监控我们现场施工的动态 和前面掌控我们施工的安全 我们目前在欧洲 还没见到像监控的一个系统 将来我们施工完了 就把这个基地留给塞尔维亚的铁路区 他们可能将来做一个 整个设备的维护基地吧 融合 在凶塞铁路的改造提升中 无处不在 由于欧洲铁路相关标准 与中国高铁产品和建设技术有所差异 建设团队将中国技术与欧洲标准相融合 凶塞铁路也成为了中国铁路技术装备 与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规范对接的首个项目 线上线下所有这些设施设备 我们都需要满足这个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标准 整条这个铁路采用的这个涅车运行控制系统 是我们这个中国企业是按照欧洲这个相关的技术标准 是自主研发的 包括这个中国的国产接触悬挂系统 整个这些系统通过我们一些复合营业散 通过一些这个欧盟的建设 然后我们成功应用本项目 这就是标志着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高速铁路 这个产品设备可以在欧洲创新为主 随着中国高铁技术和产品的到来 雄赛铁路建设项目也带动了当地就业 建设项目中有三分之二都是当地员工 而中国企业也毫无保留的将先进的高铁技术 与当地员工共享 打造国际合作新样板 中国高铁的金铭片也越擦越亮 过去啊这个就是咱们中国啊 铁路啊就是向欧洲学习 像这个西方学习 现在咱们中国的自主的技术 咱们可以反过来出售到欧洲 我们建立不光是只是一个技术设施 我们就是这个手之鱼嘛是吧 培养一匹塔 虽然本地的专业技术人才 在这个项目中 我学习到了很多先进的铁路建设技术 就算以后雄赛铁路建好了 我也可以用学习到的这些技术 找到其他相关的工作 作为中国高铁走进欧洲的第一单 建设质量是世界一流的 胸赛铁路将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 中国在我们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适合居住 我认为有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你会充分感受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就是不让任何人掉队 如今塞尔维亚又和中国签下了高速动车组车辆采购合同 这也意味着中国高速动车组将首次出口欧洲 共建一带一路 中赛两国的合作不断拓展 也将共同发展的网络越知越密